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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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上的內容 我們預備 前兩個小時 我們來介紹 寫程式的時候 的規劃 要怎麼進行 這是關於 程式寫作的一種方法論 Methodology的概念 我們首先來看 程式的規劃 已經經歷過 六七個禮拜的 這個課程 相信你已經具備 撰寫一些 基礎 程式的概念 當然 我們上一次所引入的 韓式的觀念 有一些地方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好懂 等一下也許我們在 下完課以後 在各位的作業報告之後 在各位的作業報告之後 我想我可能可以給各位 再把上一次所介紹的 這個關於 韓式呼叫時候 這個政列 它的處理方式 再跟各位做比較進一步的說明 我們先在這個第二節的時候 來介紹一下 怎麼去規劃 撰寫一個程式 那麼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訓練 那麼對於各位將來 要撰寫這個規模 比較大的這個程式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這個訓練 我們來看一下 我首先很快的交代說 我們的程式設計 其實跟我們 要寫一篇說明文 是很相似的這個概念 那他們都需要 所寫出來的這個結果 如何簡潔明確四個字 好 那其次呢 在碰到一個 想要撰寫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如何去思考 然後來簡化問題 然後並且這個 撰寫這個你的程式 那我們就舉一個範例呢 就是決勝21點的case 來作為這個說明 那麼這個也是 我們在這個開學第一週的時候 就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的這個課程到期末的時候 會讓各位能夠寫出一個 視窗版本的決勝21點的程式 那在這裡 我們就先引入了這個範例 那接著 以這個範例為這個 為這個例子 然後我們介紹 這個撰寫這個 稍微規模大一點的程式的時候 那麼你對程式的版本 要有所規劃 那在其次呢 每一個版本規劃差不多的時候 那麼比較近的這些版本呢 我們要設想一些測試的範例 以便這個作為程式開發的時候 各個階段的這個驗證之用 那第五個部分 我們介紹一點簡單的 良好的設計的這個習慣 包括一些可用的工具 從第六個小節開始 那我們就要介紹說 如何我們使用測試驅動的這個方法 然後來撰寫一個 乍看之下 好像還蠻複雜的 21點的模擬程式 那所以接下去的 第七、第八、第九節呢 都是在進行 這一個決勝21點的遊戲 這一個撰寫的 這個開發的版本的 演進的這個過程 好 所以到了第九節之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相當完整的 21點遊戲的模擬程式 那但是它是使用 Console 也就是主控台這一個 鍵盤和螢幕 來作為介面的這個程式 那麼如果是要 這一個圖形使用介面 視窗介面的這個函視程式 那麼而且要利用到 這一個物件導向觀念的 這個部分呢 那我們就是等到 這一個第二本學期的 期中考之後 我們這個開始 物件導向的介紹以後呢 再慢慢為各位說明 怎麼樣把這一個 這裡的21點程式呢 把它過渡到 進化到這一個物件導向 以及這個圖形使用介面的程式 好 首先我簡單的講 就是說 這一個 我的講義裡面 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其實 這個我們寫程式 是要以這個程式語言 來指示這個計算機 它如何工作 那這其實就很像 這個我們在寫一個食譜 或者是這個DIY的這個過程 混等 那你的目標都是要讓你所說明的 這個內容呢 很清楚的 這個被這個 去閱讀的人 能夠了解你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麼對於程式而言 雖然它的這個訴求對象 是這個計算機 可是經過這麼多年的 這個軟體的這個研究 我們發覺說這個程式碼 軟體工程 軟體的結果 如果是需要有一個 這個相當高品質的這個程式碼的話 那麼我們會需要這個 我們寫的程式碼 不僅是這個 對這個電腦來容易溝通 那對於我們自己 還有這一個跟我們合作的 這個團隊成員來說 那這個程式碼寫得這個簡潔明確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因為這裡我們都非常注重 這個作者跟讀者之間的 有效的這個溝通 所以就像這個一般的兒童 他們學寫作文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缺失 那這些缺失呢 其實我們在這個 教程式語言的時候 常常也發現說 這個同學們寫的程式 那麼因為就彷彿 你學一個程式語言 也好像在學一種新的語言 那因此在寫這些程式的時候 那也有可能呢 這個產生跟這個小朋友 寫作文的時候的缺失 相類似的這個情形 好 那這個 所以呢 最像的是什麼呢 就像是說 這個很多的小朋友 那就是把所有的想要講的東西呢 就全部寫到一個段落裡面去 那所以呢 整篇文章呢 大概就只有一段 然後沒有分段的概念 那這一種沒有分段的概念呢 就很像是 這個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那麼不會善用這個韓式的觀念 而把這個整個程式呢 寫成一個很大的這個主程式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對於程式的這個條理 和簡潔明確來說的話 是比較差了一點的一個做法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在考慮說 如果我們這個有了這個韓式的觀念以後 那我們在這個利用韓式 來寫一個解決問題的這個程式碼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來構思我們的這個程式 各位都記得以前我們這個學寫作文的時候 常用的方法就是先寫這個作文的大綱 然後再這個順著這個大綱呢 一段一段的填入 這個每一段要寫的內容 那麼其實這個做程式設計也類似 我們要想辦法利用這個韓式的這個觀念呢 那我們可以把整個程式碼分成幾個這個段落 那每一個段落呢 都對應到某些這個韓式的這個應用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要寫一部程式之前 就像你要寫一個作文的時候 那作文要先列大綱 那麼寫程式同樣是要先列大綱 那這些大綱呢 之後我可以把它轉成是演算法 那這個演算法以後呢 再把它轉成是韓式的這個韓程式 那因此呢 這個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我們舉一個這個21點遊戲 作為這個說明的這個例子 所謂21點的這個遊戲呢 英文稱之為Blackjack 那麼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大概在所有賭場裡面 都有這個Blackjack 那這個Blackjack呢 是賭場裡面 算是比較基礎的 比較那個有賭的這個概念在的這個遊戲 那但是它也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這個它很容易呢 這個如果你會計牌跟算牌的話 那其實你滿容易在這21點遊戲裡面 得到這個 得到這個 贏過這個 這個莊家的 好那但是呢 這個 那個 為了 因為它 所以因為這個你玩遊戲的人 如果用計牌算牌的方式 很容易贏 那因此呢 這個一般而言的話 他們是這個 玩的這個賭客呢 是不可以這個計牌跟算牌的 那抓到的話 就是會這個賭場就會請你出去 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這個它為了讓這個遊戲 這個容易這個參與 容易這個進行 所以它對於這個莊家 它也有一些這個限制 那這我等一下再說明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21點遊戲 如果你要這個 仔細的把它的最複雜的規則 都找出來的話 那很簡單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去找那個Wikipedia 那在Wikipedia裡頭呢 對於21點遊戲 它的這個流程呢 我們整理起來的話呢 大概可以有這10個這個步驟 一開始的時候呢 賭客這個下注 然後呢 莊家發一張名牌跟案牌 然後呢 如果是莊家的牌是10 或者A的時候 他問這些閒家 閒家是其他賭客 是不是要買保險 我也搞不懂什麼叫買保險 然後再來呢 家注分牌報報 或者是這個報道 這些反正有很多的 這一個賭博用的專有的名詞 在這個裡面 但是呢 這個實際上 我們可以想到就是說 這個 對於這個賭21點來說的話 那麼如果說 這一個你要寫一個 這個賭21點的程式 像剛才那樣的一個流程 你要整個cover起來的話 那這樣子如果你一開始的時候 就打算寫這樣一個複雜的程式的話 那幾乎可以來說 這個失敗的這個機率非常的高 然後如果再加上呢 蠻多同學對於這個程式設計 是這個剛學初學乍練 那因此這個 一開始就叫你去寫一個這麼複雜的 一開始就做一個複雜流程的這個程式 那其實是很難的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使用 這個版本規劃的觀念 來這個設想 我們怎麼樣來撰寫 這個21點的這個 看起來有一些複雜的這個程式 在我們這個 撰寫程式的這個方法 那其實跟我們一般做事情的 這些原則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早在這個春秋 以及這個周朝這個時代 那麼我們的這個四書五經 那個四書裡面的大學 那麼在他的這個開宗明義第一章裡面 他就寫了這四句話 物有本末 事有始終 之所先後 則盡道理 好 這四句話很重要 那其實他應用在很多 我們處理事情的這個原則 那這當然包括寫程式的時候 可以應用到的這個原則 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記住的一個要點 那第二個呢 是這個孔子 在這個論語為正篇的時候 他有提出 學而不思則亡 思而不學則淡 那這個什麼意思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這個足一的說明 我們首先來看這個 物有本末 事有始終 之所先後 則盡道理 這樣的一個概念 如果是在應用到 這個軟體程式的開發的話 那麼他代表什麼意思 好 所謂的這個物有本末 那你如果去查一下這個孔子他們講過的 什麼本力而道生什麼等等之類的 你可以可能記得這些話 好 那這些這個物有本末 這件事 這句話呢 它所其實可以對應到 這個管理科學或者經濟學裡面 我們常常所可以聽到的一種叫做 八十二十的這個社會學定律 那麼什麼是這個八十二十定律呢 那麼就是在這個應該是十八九世紀的時候 那麼有一位應該是義大利的一個 這一個經濟學家Parlato 那他這個研究 這一個歐洲各國的財富分配的情況的時候 那麼他發現到說在這些國家裡頭 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的這個財富 是集中在這個差不多百分之二十的 這一個人的手中 那這樣的一個定律 後來就稱之為這個八十二十定律 或者叫做Parlato的這個定律 那這個東西在現在來說的話 當然是比以前更是這個嚴峻 所以你看像在美國的這個很多地方 它甚至不是八十二十定律 而是這個九十九對一的這個定律 也就是百分之九九的這個財產 那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的這個手上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好 但這個不管 我們現在要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定律 怎麼樣運用在我們的這一個軟體開發裡面 好 在軟體開發的定律裡頭 這一個八十二十定律的應用 那其實可以舉出好幾項來 那第一件可能就是說 對於你想開發的這個軟體的這個目標 那麼可能達成這個百分之八十目標的這個程式 只佔全整個程式的這個百分之二十的這個篇幅而已 所以例如你寫了這個比方說這個我們現在都知道的那個Linux 那個作業系統 那號稱是1800萬行的這個程式敘述 可是如果我們依照這個八十二十定律去推測的話 我們可以說雖然它有1800萬行的這個程式 但是我們可以預期這個作業系統它所需要的基本的核心的這個功能 它的這個程式碼可能只佔1800行敘述裡面的百分之二十 就是五分之一而已 那就是大概這個三百萬行還是多 三十萬行左右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知道就是你要寫的這個程式 它的核心的成分可能是佔你整個最後這個程式碼裡面的 這個百分之二十的這個左右的程式敘述而已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你也可以引用到的情形就是說 你的程式開發的這個時間 那麼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是在針對你程式碼 其中百分之二十的這些敘述而已 那所以這一個那個爭錯的時候 那麼也是符合這個八十二十定律 然後這一個對於軟體的開發的目標而言 它也是接近八十二十定律 那再來整個程式碼裡頭它發生錯誤的 這一些程式敘述可能只佔百分之八十的錯誤 來自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程式碼 所以從這裡你就可以曉得 開發軟體這種情形呢 我們需要對它的這個所謂關鍵少數 也就是這一個八十二十定律裡面的那個百分之二十的左右的這個程式碼呢 你要花特別多的功夫去處理它 好 那因此從這一個概念出發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們寫任何的程式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一個八十二十這兩個部分把它分開來 那那個重要性達到百分之八十的這個百分之二十的這個程式呢 那麼它事實上是這一個整個問題裡面最重要的這一個一部分 那可是它數量上來說只佔大約百分之二十 所以這一個它是一個我們可以優先來進行的這一個部分 那麼那這樣你做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是這個所謂的要事第一 也就是所謂的first things first 那也就是講當你要開發一個程式的時候呢 你先identify 出來它的這個重要性達到百分之八十的那種少量的這些程式 它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先把它identify 出來 那你把它辨認出來以後呢 這就是這一個剛才所說的大學的這一個裡面的四個要點裡面的第一項 叫做這個物有本末 所以這裡面呢重要性達到百分之二八十的這一部分呢 就是本 那其他的重要性百分之二十其他的東西呢 例如說把這個程式的畫面弄得這個漂亮一點 或者說是這個處理一些這個不太會發生的這個bug等等 這一些都算是這個more 那這個東西在這個軟體工程的一個名稱呢 叫做它是一個nice to have 就是有了很好 這樣的功能呢有是很好 但是沒有的話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所以你要能夠辨認出哪一些是你的本 哪些是你的nice to have的這個more 好 那一旦你能夠辨識出這一個本末以後 那我們在執行這個程式的撰寫 或者是這個做我們事情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先做這個重要性達到百分之二十八十的這種 少量的這種工作要先進行 那這就是所謂的這個要事第一 好 那從這個概念出發呢 這個其實你可以看 絕大部分的這些工程的這個進行 他都遵循著這個由八十二十定律 以及要是第一的這個概念出發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我把它稱之為這個工程方法 engineering approach 那你其實在身邊你如果去看一些 這個有關於這個工程的這些成就的介紹 例如說discovery有介紹一些這個很特別的建築 他的這個建築的方式 還有一些這個特別的這個輪船等等 建造方法等等 那麼他們你都可以看到說 在做這些工程的時候 還有比如說這個把人送上月球 那這是人類的這個工程的科學裡面的一個重大的這個成就 那在這些工程的進行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工程方法的影子在那裡 那這個方法是怎麼樣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辨識這個問題的核心 也就是你想解決的問題 那麼你如果把它的一些 nice to care的東西都把它剝掉的話 剩下來的這個一定要有的東西沒有的話 就不算是解了什麼問題 把這個核心先給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是第一步 你要辨識出問題的核心 也就是物有本末 好 然後當你能夠辨識出 這個問題的核心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定立這個問題的 這個解答的步驟 那這個定定這個步驟的時候 那你就是對於你可能要做的工作 你可以給他一些這個優先順序的這個設定 那當然這優先順序的設定 可以依照你實際程式進行以後 再做這個調整 這沒有問題 好 那麼定定優先順序這件事情 就是剛才所說的 這一個大學的這一個方法裡面 第二個叫做事有始終 事有始終是代表說 這一個我們寫這個程式 什麼時候算是開始 什麼時候算是把這個問題解決 然後你可以這一個出版你的這一個程式 所以這個什麼時候可以算是說 你把程式寫完 那這個東西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我們在 例如我們接下一些case的時候 就要跟這個雇主講到說 我們的程式是寫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我就可以交付這個程式 然後你就要付這個尾款給我 不然的話 這個所有的老闆總是十分的挑剔 而且都很貪心 他很希望你交了這個程式 跟你說這個你能不能再改一下 那你能不能再改一下 再加上這個功能加那個功能 所以你尾款永遠會收不到 那這就是麻煩的地方 那因此呢 這一個撰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註明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階段裡面 第一個階段結束的時候 應該做到什麼程度之類的 所以要有能夠定定這個程式的 這個開頭跟這個結束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我們後面會講到 這都是可以隨著程式的開發而做更動的 好 那再來呢 這一個我們剛才所看到的這個 是有始終還有一個呢 知所先後對不對 那知所先後的話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裡所說的 這個定定它的優先順序 各種的這個順序 好 好 那當你把這一個問題的解決 定出它的優先順序以後 那這個時候那個工程的方法呢 它的一個概念就是要很快的 去產生一個prototype prototype的話 就是這一個圓形的這個製作 prototype 所以例如說 這個我們在設計這個超跑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時候 那我們呢 可以先用這一個土或者黏土 或者是這一個木頭這些東西 先去打造一個 跟這一個真的這個超跑 或者是飛機很相似的這個模型 然後我們呢 利用這一個風洞實驗等等去驗證說 這樣的一個構想是不是可惜 就是你把這一個 你優先的這個順序的每一個問題要解決的時候 那你很快的把這一個 能夠解決這一個 某一階段的這一個問題的這一個程式碼 先很快的把它寫出來 然後來看看它是不是可以解決這一個 我們設定的這一個核心的這一個部分 好 那所以當我們可以完成這個prototype 並且解決了這一個某一階段的問題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呢 再從問題裡面剩下來的部分 再去挑剩下來的部分的核心 然後定它的順序 再去定它的原型的製作 然後直接進行 那所以像這一種方式呢 我們的程式碼是隨著這個時間呢 逐步的演進演化 evolution 那你可以想像 這一個1990年的時候 這一個微軟公司的這個視窗系統 絕對跟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視窗系統 大不相同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想想看 在以前Bill Gates那個年代 那麼如果說他就寫的這個作業系統呢 要寫成具備有今天這些微軟公司 這個視窗的系統的這些種種功能的話 那我們可以相信 那這個Bill Gates他們的這個windows系統 絕對沒有可以得見天日的這個時候 所以一定就是要 這一個一個版本 一個版本的 這一個逐步的這一個演技 然後這一個開發 那才會得到這一個有用的這個結果 好 那所以這一個剛才所提到的 這一個工程方法的話 那他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他可以離奇這個問題 那因此考慮問題的時候 要先考慮的是 能不能把這個問題簡化 簡化以後 我們可以很快的 用基本的這些程式碼 就可以做出這些核心的這個功能 好 那因此我們從這些簡單的實力開始 逐步的演進 那每一次你演進的時候 你對這個問題就有更多 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這就是其中 各位我們在很多時候 要講究做中學的一個這個情況 好 那其實你看像這個愛迪生 不是講錯了 這個愛因斯坦 他就曾經提到過說 這個我們解決物理問題的時候 很重要就是要把問題 這一個簡化到最簡單 可是又不能夠太簡單 那他的意思就是 把你複雜的問題簡化 可是簡化到最簡化的時候 還必須保有你這個問題的 這一個核心的特徵在裡面 所以你解決那樣一個核心簡化問題 才有意義 否則就是過分簡化的話 那反而是不見得是對的 好 那因此呢 這裡我就看到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是這個 有假定有這個 兩個這個程式開發者 那他們呢 在合作這個開發某一個這個軟體 那在這個軟體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左邊這個人呢 他是從綠色的0.1版開始開發 那0.1版的功能 當然比最後的完整版本差很多 可是他是完成你所需要功能裡面的 這個核心的部分 那麼同時呢 他的一個隊友呢 是也在這一個開發這個粉紅色的這一塊 那這兩個人就各自開發 這個一小段的這一個Prototype 那這個 那當我們把這一個 兩個人各自把他的最基本的 這一個問題解決以後呢 這時候能夠的話 要盡快把這兩人所做的這個程式碼呢 要能夠這一個合併來解決 因為這個從經驗可以知道 那個軟體工程經常提到 這一個軟體 他的這一個開發過程裡面 在整合的時候 是最容易發生問題的時候 那因此呢 這一個 這個 如果說這一個有好幾個 這一個程式開發者一起 進行這個程式開發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要注意的是 提前整合這方面的程式 否則的話 這一個通常所謂的 這個韓式的呼叫 他的這個interface 也就是那些參數的傳遞這邊 是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所以這一個我們要提早來完成 這一些整合的這些工作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整合以後呢 然後這原先這一個呢 綠色的這個0.1版的這個作者 又繼續把他的東西擴充到這個0.2版 然後那個右邊的這個粉紅色的 這一個軟體的開發者 他也把他的內容呢 這個變成是0.2版 然後再把這個結果呢 做一個這個整合 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逐漸的把你的這個程式碼 從可能呢 這一個功能還很稀少 但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這一個0.1版 逐步的演化到這個0.3版 還有整合以後的這個0.2版等等 好 那這樣一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可以用右邊這邊的 這一個這個路徑的這個圖呢 來這一個看 所以這也是那個 我們後面會提到的 所謂的Git的這個方法裡面 那他的這個開發過程裡面 他的主分支跟這個feature分支 他的分分跟合 分支跟融合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看 好 那這個工程方法呢 他有很多的這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說 這一個我們其實不需要說 把整個問題都搞懂以後 才去寫成是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這一個把整個問題呢 他的重點抓到以後 先處理這些重點的部分 那麼隨著你程式的這個開發呢 你對於這個重要的東西 還有他所對應到的 其他的地方的知識 你會越來知道的越多 然後這個你的這個問題 會越來越明朗 那這個相對應的呢 就是所謂的過度分析 Analysis Paralysis的這一種做法 所謂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這樣子 軟體工程這個領域 Software Engineering的這個領域 大概在這個1970、80年代的時候 蠻興盛的 那這些軟體工程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求這個城市的開發團隊 要依照這個所規定的這個城市的設計方法論 來開發這個城市 那麼最早出現的這個開發模式 叫做Waterfall Model 就是所謂的瀑布式的這個開發過程 那瀑布式的這個開發過程呢 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這個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城市開發團隊 會派出一個這個城市這個系統分析師 系統分析師 那這個系統分析師的工作 就是這個代表這個軟體團隊 跟這個使用者的團隊呢 這個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這個城市 那在以前的說法就叫做提需求 好 那在這個提需求的過程裡面 那個系統分析師 他的等於是一個中間的這個橋樑 他把這個使用者想要達成的功能 他可以轉成是這個軟體的需求 然後轉給這個系統設計師 來設計這個軟體系統的架構 並且把這個系統裡面 所需要的這一些模組定義好以後 再交給這個程式設計師 對於每一個這個模組 這個逐漸撰寫這個程式 然後最後這些程式設計師 寫完的程式 就是交給QA的人員 Quality Assurance的人員 然後他們來針對這個所需要的功能 逐步的測試這個所完成的這些程式碼 那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很明顯大家就體認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瀑布的這個流程 那麼最重要的是在一開頭的這個系統分析師 那麼一開頭的這個系統分析師 能夠正確的抓住這個使用者的這個需求的話 那後面的這些結果才會有可能是對的 那因此呢 這個當初這些當任系統分析師的人呢 他們都很怕說會不會這個使用者有什麼需求 結果我沒有把它列進去 到最後造成很大的麻煩 所以這些系統分析師呢 他總是處於一種 我對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很了解 我需要再知道更多的事情 那才能夠完成我的這個系統需求的這個撰寫 那因此這個時候就變成這個專案 這系統開發的專案呢 會起碼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浪費在這一個系統分析師跟使用者之間的 這一個溝通 那因此呢 這個時候就是所謂的這個分析麻痺 就是這一個過度分析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我們等到後面的程式設計師 開始要寫程式並且做測試的時候 這個專案所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問題 好 但是你如果採用這種工程方法的話 那麼我們呢 這個隨時都有這個某個版本的程式碼 可以產出 他可以部分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因此隨著這個版本的演技 我們可以很系統化的這個完成這個程式 而且呢 這個我們隨時都會有這個程式碼寫出來 所以呢 我們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呢 就越來越有信心 那另外呢 這個還有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就是說用我們這種工程方法的話 我們一開始做的東西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麼因此呢 在這一個工程方法的這個過程裡面 越是重要的這些部分 我們越早完成 越早完成以後 他會經過越多的測試 所以他出錯的機會會更少 他的這個可靠度會增加 那可是你如果說是這個瀑布式的這種開發方法的話 那等到你這一個測試的這個階段時候 才發現這個錯誤的話 那不得了 這個程式可能很多地方要做這個大改寫 好 那另外呢 就是這一個 越早 重要的部分呢 可以越早完成 所以 這一個 你可以依照 這一個環境時程的要求的改變 然後去修改這個後續版本的需求 這樣會有彈性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在序言裡面 我有提到 我會對軟體工程這個領域有興趣 是因為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 幫忙我們的老師 整理這個全國科技動態調查的 這個統計數據 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最感到這個挫折的 是我們好不容易寫了一些程式 達成了老師的這些某些需求 結果第二天老師又跑來跟我們講說 不對不對不對 這個長官們說 這個什麼那個 某某這個國際組織 他們這個科技活動的衡量方法 要加進去一個什麼東西才可以 於是我們又得把那個已經寫好的程式 重新再修改 然後再去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我們發現到就是說 這一個在軟體工程的領域裡面 唯一不變的這個事情 就是你的程式碼的需求 不停的在改變 那因此這個如果我們使用空整方法的話 我們依照這個版本這個規劃來進行 那麼即使這個中間發生這個環境 或者是這個時程改變 我們也有辦法去修改後面的版本 甚至說可以把這個開發結束 然後就拿這個現有的版本直接上市 去這個先直接進到市場去 因為要爭取某一些市場的佔有率等等 好 那因此這種就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這個方法 那後來我發現到說這樣的一個方法 跟這一個這幾年 其實也不是這幾年 還滿久之前的 就大概是這個200年之後的 開始流行一個叫做這個Scrump 或者叫做敏捷 Agile的這一種軟體程式開發的這個過程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概念 非常接近的概念 那因此這個所謂的工程方法 也可以說是跟現在軟體的工程 所這個大家所重視的敏捷 Agile的這一種方法可以說是一樣的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說了半天 認為這個瀑布模式是有很大的這個壞處 好 可是這個有一個定律 叫做No free lunch theorem 就是沒有自由 沒有這個免費午餐的這個理論 也就是說這一個沒有一個方法 是這一個完全在所有狀況之下 都是最佳的這個Solution 不會 所以顛倒過來講 再爛的這一個方法 它也有它可以佔優勢的這個時候 所以這一個瀑布模式 它也會在某一種狀況之下 它會是這個最有效率的一個方法 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當我們的這個團隊開發某一類的城市 非常有經驗 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還有很多可用的城市 碰到一個新問題的時候 這個新問題跟舊的這些 已經有的這些知識相差有限 因此我們只要做少許的修改 就可以完成這個程式碼 那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採用瀑布的這個模型 倒也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這個方式 只不過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經常碰到的都是新問題 那所以採用這種工程方法 有它的這個好處 好 那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看我們所要介紹的這個範例 21點遊戲 那21點遊戲呢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看過 它的這個流程 包括什麼買保險 然後這個家住 什麼等等之類 很複雜的東西 可是如果我們回想起來 這個玩20點遊戲 最核心的這個流程是什麼 就是你跟電腦 讓我們兩邊哪一個所到的點數 超過21點 那就是贏了對不對 所以整個21點遊戲 它的核心概念 問題的核心 其實就是這一個莊家 跟這個賭客兩個人 最簡單的話是兩個人 然後各自得到這個撲克牌 然後這些牌的點數計算 那麼簡單的規則就是 如果能拿到21點就贏了對不對 那如果說超過21點就爆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莊家跟這個使用者 都不再要牌的時候 那就以點數比較高的這個讀客為贏對不對 好 那因此這個是它核心的 這一個遊戲的這個流程 那因此如果我們把我們玩21點遊戲呢 所要求的這個流程呢 就限制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也可以這個畫一個這個圖 來這個表示說我們希望的這個遊戲呢 大概就像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莊家可以拿幾張牌 然後這個賭客有幾張牌 然後賭客可以要求再要一張牌 或者是就不要這牌對不對 那這個莊家這裡呢 我們可以根據一般賭場的規則 如果是17點以下 那麼這個莊家一定要再要牌 如果是17點以上的話 那就一定不要牌 那這也是這個賭場 他可能怕這個莊家跟這個賭客溝通 或是這個勾結 使得這個賭場損失很多 所以他就規定說 這一個他可能經過機率的計算 要求這個莊家就是以17點為分界線 以下一定要再要牌 那以上就一定不要再要牌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21點的遊戲 本來有10點的這個步驟的過程 我們把它換成是一個簡化以後的版本 那這個簡化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他比原來的這個 這個Ukipedia裡面 你所找到的這個流程要簡化了很多 但是這個簡化的過程 我們還是可以這個體會到 這個21點遊戲的這個精髓 也就是這個隨機得到牌 然後點數這個要達到21點 那在這中間這個有策略的部分 就是在於你要不要這個再加牌 好 那因此這個整個過程 如果簡化成是這六個步驟的話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還可以讓這個20點遊戲的 這個核心的這個味道能夠在那個裡頭 好 那剛才那個就是0.1版 好 那0.1版之後呢 那我可以繼續造為做一些規劃 就是我0.2版要做什麼 0.3版要做什麼 0.4版要做什麼等等 那這些都是遠期的這個規劃 我們不需要這一個對於遠期的這個版本呢 做詳細的這個規劃 我們只要做一個rough的這個idea 所以我之後可以怎麼走 這個road map是什麼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重要的關鍵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可能基於這個時程的限制 我們可能沒有時間去完成這些0.2版 0.3版 所以例如各位呢 這一個在我們這個課裡面 你大概也只能完成這個0.1版 好 那過去我們有一位同學 那他很喜歡打這個橋牌 所以他在我們這個課程裡面呢 他就設定了這個電腦橋牌的這個程式碼 他的這個版本的規劃 那在這個期末的時候 他推出了一個這個可以打橋牌的 這一種那個桌面的這個遊戲 那這個做得很好 所以當然給他這個很高的分數 好 結果這個後來呢 學期過了以後 那個在這個忘了是暑假還是寒假 他就寫一封email給我說 他已經這個完成了一個 這個功能相當完整的這個電腦橋牌的遊戲 而且已經送到這個那個Apple Store 那些線上的這個商店 去這一個上架去賣 所以這個你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你想想看 要電腦跟人一樣能夠打橋牌的話 那這是一個其實是蠻困難的這個事情 可是呢 這個我們把這個跟電腦打橋牌 或者玩21點的這種事情呢 我們把它分成幾個這個不同的這個版本以後 那這個我們逐步的這個演化 我們所寫的這個程式 那這樣一來到最後 其實我們可以得到相當完整 那功能相當完整 結果相當好 品質很高的這個軟體 我們剛上一節我們提到了這個程式規劃的時候 那麼我們要有一些關於這個版本的這個規劃 那麼在你大約決定了你的這個幾個release的這個版本之後 那我們要針對這個目前我們所要處理的這個版本呢 做一些這個測試的這個規劃 測試的這個規劃呢 主要就是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你在寫你的這個程式之前 先決定你的程式要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一些不同的這個長期實例 就叫scenario或者是這個範例 那例如說這個 我們等一下看 這樣也好 我們先看一下 好 例如說我們剛講的這個21點遊戲的這個模擬 那麼它整個的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設想成是一些各種不同的這個輸入的這個場景 所以例如左邊這個這個場景呢 是這個編號1號的這個場景 那麼它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過程 也就是說玩家首先拿到這個黑桃A 接著莊家拿到這個紅心J 然後再來玩家得到一張方塊10 所以合起來它達到了21點因此獲勝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場景 可是你的程式當然必須要能夠處理這一種這個場景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後來後面又規劃了 第二三四五 第六個這個場景 所以第六個場景的時候 就稍微複雜一點 那這一次呢 這個玩家得到的是這個黑桃A 然後這個莊家是這個紅心5 接著這個玩家這個變成是這個方塊8之後 玩家是16點 那玩家假設這個時候停止要牌了 那這時候的莊家他的點數呢 是這個14點 那麼依據我們剛剛所說的規則 他不到17點 因此他必須繼續要牌 那結果要牌的結果呢 他得到一張這個梅花8 使得他的點數達到22點 那就爆掉了 因此這個玩家得勝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呢 我們把我們的程式 他所需要在這個0.1版裡面 要能夠處理的這一種場景呢 我們把它列出來 那另外在上個禮拜 我有跟各位提到過 那有些同學未來如果進公家機構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這個公開招標人家來 這個為你們的單位 撰寫這個軟體或者是這個網頁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樣 跟這個程式設計的這個公司溝通呢 那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列出來 這個軟體它需要滿足的是哪一些場景 跟這些實力 那這個到時候我們就拿這些場景跟實力 去檢驗這些程式 有沒有能夠handle這些問題 好 那在這個進行這個 比方說0.1版的測試規劃的時候 那一開始你可能對問題 並沒有那麼確實的了解 可是隨著呢 你去探討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 這個實力的時候 那其實你對問題呢 你能夠更深入的這個了解 那而且這樣一來 對於這個後續版本的規劃 你會做得更清楚 好 那另外呢 這個測試的規劃裡面 你設定了很多情境以後 那麼對於這個程式該怎麼寫 它的架構該如何 會有讓你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每一個版本 那我們就讓它都要經過這些測試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個禮拜提到過的 這個微軟的這個測試總管 有沒有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測試總管呢 讓每一個版本呢 它都可以通過你所設定的這一些 這個測試的情境 那這個你可以每一次做一些修改以後 就用這個測試總管去 這個讓它把所有測試重跑一遍 然後你看到所有測試全部都是綠燈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再繼續進行下一步 好 那另外呢 這個scenario的這個規劃呢 是由簡單到複雜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 左邊的這個1號場景 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情境 而右邊的這個6號場景呢 就複雜了許多 好 那再來還有一點 在做這個測試規劃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暫時不用去考慮 那一些這個錯誤的資料 所造成的這個後果 那這些情形呢 算是一些exception 那這些exception的話呢 在你進行這個scenario測試規劃的時候呢 先不用考慮進去 隨著你的這個程式的這個眼鏡 那個你可以把這一些 跟它的robustness 強健性的這個程度有關的東西呢 挪到這個後面來進行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隨著你的這個程式碼 能夠做這些事以後 你再慢慢的把這一些 需要去處理的這些錯誤資料等等 放到後面再來這個進行 好 所以這個是測試的這個規劃 它的這個概念 有了這些規劃以後 在開發這些程式的時候 有一些這個觀念 我建議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絕對不要相信自己的記憶 那也許你以前是一目十行的高手 也許你是一個過目不忘的天才 但是呢 這個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請不要這個太過相信你的記憶 所以呢 你最好要準備一些這個研發的文件 那這研發的文件呢 依照你的喜好 隨便看是你使用這個紙本的筆記本 來做這一個研發也可以 因為你知道 這一個將來 如果你到這個業界工作的時候 如果你所處的是在一個研發部門的話 那麼你有義務 每天把你所做的任何思考 跟這一個研究 全部都要記在這一個研發日誌上面 那那個是一定要是紙本 因為這些東西 將來這個公司 如果要打專利權官司的時候 那麼這些研發日誌 是最重要的這一個依據 最近好像還有一位 這一個知名的這一個 生醫方面的教授 那這個好像說 他的這一個研究造假之類的 他美化這個數據 那我看那個新聞報道說 這一個調查單位要求提供 這一個研究日誌的時候 結果發現這一個大師 他沒有要求學生仔細的撰寫這個研發日誌 所以這個就造成這個問題 那因此這個紙本研發日誌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習慣什麼東西都自動化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一些 例如這個雲端筆記 像Evernote或者OneNote 那你也可以使用這個Xmine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軟體 新制度軟體 那另外我也現在也比較習慣使用這個PowerPoint 來做這個研發的這個記載 就是你想了一些什麼東西 你的這個數學公式推導怎麼樣 然後你的這個圖形大概是 你的這個場景的圖形大概什麼樣等等 這些東西你隨手把它記錄下來 對你來講是非常有用的 那另外這個像Visual Studio 他提供一個叫做To-Do List 那這個東西可以讓你在這個一天工作完以後 把還沒有完成的一些細節 記錄在這個To-Do List裡面 這樣的話你明天上工的時候 你打開來看就知道還有哪些部分需要完成 好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習慣 那再來的這個好的習慣呢 就是這個我們要講究這個流程的這個發展的觀念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 這個工程的這個方法 或者是這個是Agile的這種開發的這個方法 這個我們使用incremental跟iterative的這個發展方式 也就是見真跟回合式的發展 所以這個可以讓我們的程式碼 用一個比較小的程式碼的版本 逐漸的擴充它的功能 那並且我們可以維持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步調 這個英文叫做Sustainable Path 那Path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常跑的時候我們叫做配速對不對? 那在跑比方說800公尺跟跑200公尺 他們的這個配速不會一樣 在適當的時間你要跑多快都不見得一樣 那這裡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同學們你千萬不要去做這個夜宵 什麼叫夜宵呢?就是平常我們都不念 然後這個作業也不寫 然後這個期末專題也是都沒有在想 等到說下禮拜要交作業了 或者下禮拜要交這個期末專題了 這時候才開始每天這個熬夜 這個工作十幾個小時等等之類的 那這種情況呢? 你的那個effort跟時間的變化就會是 這一個有很高的很大的這個七喜若若 那這樣子的這一個發展方式不理想 而且有害你的健康 而且你的程式碼它的quality也不見得很好 因為是臨時趕出來的 所以比較好的辦法就是這個 你要維持一個可持續的步調 所以也就是說比方說你規定自己一個禮拜 要大概十個小時的時間 再寫我們這個課的作業或者是期末的專題等等 那這樣子你每天每一個禮拜都固定十幾個小時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即使碰到要交作業的時候 或者要期末專題的時候 你的壓力會小很多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程式發展的時候 要維持維護這些原始碼註解 還有你的文件裡面它內容的一致性 盡量要讓它維持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錯的觀念 那做這些事情呢 那麼有一些這個現成的工具 可以幫忙各位 那第一個呢 我們剛剛提到過 我們會有這個版本的這個規劃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程式的開發過程裡面 那我們可以有這個不同的版本的這個設定 好 那在這裡呢 就有一種叫做版本控管的這個工具 那麼目前最夯的就是這個GIT GIT的這種版本控管的這個工具 那我們的這個XMILE的新制圖裡面 有一個我用這個PowerPoint寫下來的 這個GIT的這個應用的這個過程 那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另外呢 這個使用GIT的這個 作為你的版本控管的工具 那可是這個GIT 它是由這個Linux的這個創始人 它所發展出來的這個版本控管的這個工具 那在它發表這個工具的時候 它並沒有打算把它弄出來這個圖形的使用介面 那麼容易用 所以這個最簡單的這個GIT 是這個所謂的Command Line Interface 這個CLI這種架構 所以你要去使用一些這個命令式的這個方式 來這個使用這個版本控管的這個過程 好 但是呢 這個 因為它實在是太好用了 那因此呢 這個就有人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個 有人就提供這種雲端服務 讓你呢 把這個版本管控的這種副本呢 都存到雲端去 那存到雲端去的這個GIT的這個網頁呢 那這個公司呢 一個比較出名的 最出名的叫做Github 那Github裡面的話呢 那麼你可以保留這個很多個 裡面所有的這個上傳的東西呢 都免費 它免費幫你代管 但是呢 這一個 你的這一個內容呢 必須是公開的這個內容 所以這是Github Github已經變成是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我的同學生 他們有去一些軟體公司 那他們回來演講的時候有提到說 這個現在這個軟體開發人員 共通的臉書就是Github 因為呢 你所寫過的重要的這個程式 他的這個說明 還有這個程式碼這些東西呢 都可以從Github上面來看到 那所以呢 這一個 假定這個公司要招募一些軟體人才的時候 你給他你的這個Github的這個網址 他就可以上去看你的過去的 這個研發過的這些過程 所以這是變成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像臉書一樣重要的這個軟體 開發人員的社群軟體 但是呢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上面的東西全部都公開了 所以有一些東西 我還沒有想要那麼早公開的話 那你可以找另外一個 另外一家公司 那另外一家公司呢 叫Bitbucket 那Bitbucket裡面呢 他裡面的這些上傳的資料呢 supposed都是private 都是私人的 除非你要求公開 那因此這兩個都有免費的版本 而且已經夠好用了 所以你自己可以看著辦 看你喜歡用Github 還是使用Bitbucket 那我原則是 其實兩個都可以用 那我要做不想讓人家看到的東西 我就用那個Bitbucket 那做可以公開的東西的話就是Github 所以這個是版本控管的一個做法 那那個至於怎麼做這些事情 然後怎麼弄呢 你可以參考這一個 我所寫的那個Gith的這一個basics 那裡面介紹的是這一個 那個命令列的這種使用的方式 那這一個 他的這一個 那個GUI的版本 那這一個 也有兩個 這個主要的這一個工具 一個叫做GithKraken 這我們在我們的那個 XMind的那個作品 你就可以看到到網址 那另外一個是叫做 這一個 那個SourceTrip 好 那GithKraken是比較 後出來的這個軟體 還得過這一個開發軟體類工具裡面的 這一個第一名 前十名 所以這一個 我目前兩種都用過以後 覺得是GithKraken 這個比較好用 他圖形也比較清楚 好 所以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另外 這一個有些東西就不是 這一個跟軟體直接相關的東西 關於一些討論或者是構想等等 那麼大家合作的時候 這個使用這個Tradle 是一個不錯的這個參考 那個 我目前現在這個管理時間等等 都是使用這個Tradle 還有控制我的這一些 還有就是說管理我的這一些研究生 他們的進度等等 也都是使用這個Tradle 很好用的東西給各位參考 那現在我們把這些觀念都講過以後 我們就實際的拿這個概念 來這個寫這個21點的這個模擬程式 看看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學到這個怎麼樣 這個利用這個漸進的這個方法 然後來達成這個相當複雜的這個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講過 那個測試的這個規劃 那測試是很重要的 這一個開發過程裡面的一個步驟 那這個錯誤的這個 軟體的這個錯誤 它的代價可能是非常高 我記得在研究生的時候 曾經讀過一本 Solwell Reliability的這個書 它引用了一個例子 說明這個軟體的這個正確性的重要性 它提到這個NASA有一年 這個發射這個火箭 要進行這個太空任務 結果這個火箭在升空沒有多久 就爆炸了 爆掉了 那爆炸以後當然損失不支對不對 幸好沒有載人 不過就是說 那個你在上面所花的 它所做的 比方說裡面有衛星什麼等等 那個就損失很慘 那因此 這一個他們就去檢查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那我記得它裡面講的 彷彿是這樣子 因為以前那個年代 我跟各位講過 是只有Fortran的這個程式碼 所以他們檢查這一個發射過程裡面的 這個軟體的這個運作的時候 發現程式碼裡面有一段是這麼寫的 這是Fortran裡面的Fortran的版本 如果翻譯成我們現在的這個西校的話 它意思是這樣子 好 右邊那樣寫跟組合那樣寫是一樣意思 就是說以這個10 編號10的這個敘述為目標 在這裡面進行回圈的計算 裡面的控制變數 I是從1到100 OK 好 那麼這個軟體呢 它這個程式碼打卡的時候 這個打卡員呢 把這個斗點打成了句點 這造成什麼後果 你本來是要執行這個回圈100次 執行100次 但是你現在把它這個打成斗點了 然後呢 以前的人 我講過要審卡片 所以呢 這個 它這個中間的這個空白都拿掉 它是這樣寫的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寫的時候 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一個變數叫做Do10i 它的值呢 initial的值是1.100 所以這個程式這個敘述執行完以後 就執行這裡面的東西 然後到10號再一直下去 因為這10號continue就是continue 它也可以就是直接進行下去 那因此這個地方 這個回圈本來應該要跑100次的 結果只跑了一次 而且這個i的值呢 是1.100進去 不是1 那麼因此呢 這個時候這樣的一個錯誤 就造成一個太空計畫的失敗 損失很多的這個金錢 那如果說這上面有人的話 那就更糟糕了 好 你可以看到 只是因為一個標點符號打錯 就造成這個損害 那這個錯誤很難找 它是一個semantic error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幾個 這一個本來可以找出這個錯誤的東西 但是沒做的 什麼 第一個就是fortran它的變數不需要宣告 所以這個do10i等於這種 它會認為是一個新的變數叫做do10i 然後等於這個東西 那因此這個敘述就通過這個compile 對不對 好 那因此也就是因為這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錯誤 所以後來的主要的程式語言 都要求你的所有變數必須要宣告 必須要宣告 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情況 那我也記得我在那個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次也是一個bug 卡了將近一個禮拜 那問題也是出現在說 這一個打錯東西 但是它把它當成是一個新變數 就沒有處理它 那我是那個有一天昏昏欲睡的時候 我來瞄到什麼時候跑出這個變數來 那才知道說這個地方弄錯了 好 那因此你可以看到 這個很小的這個軟體錯誤 就可能造成這個很嚴重的這個錯誤 所以我們要盡量的這個去測試這個程式 如果我們的程式能夠通過越多的這個測試 那這個程式就越可靠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前講過的是這個waterfall 那種瀑布模式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強調的是這個iterative 演進演化式的這一種程式推導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條虛線代表的是這個waterfall 那個瀑布模式的開發模型 對於一個比較新的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那麼這個waterfall的這個模式呢 它的測試是很晚才出現 所以在這個經過很長的時間開發以後 到後面呢 才把大家寫的東西合併起來一起測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發生bug的機會很高 所以呢 你的它的這個風險 一開始的時候這個風險就一直存在 一直要到開始測試以後才會開始下降 那因此呢 這一個它的這個測試呢 擺在很後面才開始的話 就會造成很大的這個風險 那相反的 如果用我們這一種 這個iterative的這一種方法來進行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這個每一個階段都要經過測試 每一個階段都要測試 每一個小版本都要測試 所以我們的測試是很早就開始進行 在這個所謂的inception的階段呢 就已經在做了 所以它的這個risk 它的這個風險的這個強度呢 就隨著這個時間增加而逐漸的減弱 那因此這個對於這個程式碼的 這一個的那個quality來講的話 使用這一種iterative的方式 在你處理新的問題的時候 是很有用的 好 那所以你看waterfall 它如果要降低它的風險怎麼辦 那只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很清楚 你這個已經做過很多次類似的這個專案 所以你有很多的工具 你有很多什麼東西 所以你這個時候 它可能一開始的這個風險就沒有很高 那才有可能用waterfall的方式 會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好 那麼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就有一個程式設計師 有一個那個學者 他提出了一個叫做XT Extreme Programming的這個概念 所謂的Extreme Programming就是說 既然這個測試是寫程式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根據first things first的概念 我們應該一開始就要寫這個測試程式 所以你還沒有寫你的程式之前 就應該先寫一個測試你程式的程式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這個前面講測試總管的時候 有提到的這個概念 好 那這個Extreme Programming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那個我們如果把測試放在說程式寫完以後再做的話 我們的心態會是說很不希望看到有錯 很不希望看到有錯 那但是這個就很不好 因為你不希望看到有錯 你就不會很認真的去測試你的這個程式 所以比較好的辦法 他這裡Extreme Programming就是說 好 那因此我們一開始就寫測試程式 那測試程式寫完以後 我們就寫一個簡單的這個主程式 然後讓它去跑 然後這時候裡面是空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這個程式會跑不出來 會這個當掉 好 那會這個error出現 沒有辦法結束 好 那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是什麼 他就說讓你呢 一開始就這一個看到錯誤的這個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減少你對於這一個看到程式錯誤的 這種抗拒的這種心理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當你編譯執行程式發現它錯以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一個 你的測試情境裡面的最簡單的那幾個 你把這個 它所需要的程式碼放進去 然後呢 這一個完成 這一個初步的這一些測試情景的這個測試 那然後再來呢 我們就進行這個重構 還有這一個refactor這個做法 還有就是說 這一個有一些 這一個redundant的這個冗餘的程式碼 我們把它消除或者是變成是程式碼 變成韓式來應用 那這樣再繼續進行偵措 把這個程式碼的品質提高 然後希望能夠達到簡潔明確的這個目標 好 那這個完成以後再回過頭來 再去取一個你想要測試的這個內容 然後再去編寫程式 再去這樣反覆的進行 那這也就是前面我們曾經提到過的 這個TDD的這種開發的方式 這就是所謂的測試驅動的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對於我們的這個21點的遊戲 這個以前的人呢 不是說這個千里之行起於歸下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這一個我們要完成一個這個 好像跟要玩21點的這樣有點複雜的程式呢 我們先從這樣子的一個寫法開始 那因為你一旦願意這麼開始寫 那個以前的我有經驗就是說 你常常會在想說我要做什麼東西 花很多時間去想 但是覺得說這樣想還不夠拿去寫程式 所以就不會去趕快寫 那但是這裡呢 告訴你說 你有大概的這個測試版本規劃以後 馬上就開始寫程式 那你馬上寫這個程式呢 就是第0.0.0版的這個程式 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那個你所要這個測試的呢 就是這個主程式裡面 你預計把它放在這裡的這個功能裡面 叫做Test Scenario 1 OK 然後這裡就Return True 然後呢 這個主程式這裡呢 就用Debug the Insert 然後來設定它的Test Scenario 1 OK 那這樣一個程式就是我們的第0.0.0版的這個程式 好 附帶說明一下 這個程式呢 是在我開始使用測試總管之前所寫的這個程式嘛 那如果我們現在有測試總管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說 把這個Test Scenario 1 OK這個東西呢 應該要移到這個測試程式那邊去 所以這邊Man這邊也都應該要移到那個 測試程式那一頭去 好 那我們先不管 好 那麼 所以我們先寫了這樣一個程式 那就是說我們預備 希望這個我們把這個每一個測試場景 都寫成是一個Board的Function 然後來執行 好 那因此這個是0.0.0版 那在這裡面呢 這一個Test Scenario OK裡面呢 它其實沒有做任何的這一個工作 它只是傳回一個True或者是Force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呢 我們把它叫做Stop Stop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架構 它沒有一個實質的內容 它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它重要的是驗證你的這個韓式呼叫有沒有出問題 就這個樣子 好 那0.0.0版你可以看到 根本沒做什麼事對不對 0.0.0版你可以看到 根本沒做什麼事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這個0.0.1版 那在這個0.0.1版進行的時候 我們要採用一種概念 叫做逐步細分法 這個英文翻譯作 Step-Wide Refinement的概念 Step-Wide Refinement的概念 那這個方法其實我們在前面介紹 韓式寫法的時候 已經跟各位介紹過了 那我們在講那個圈叉遊戲的程式的時候 那我已經用類似這樣一個概念 告訴各位怎麼去寫一個圈叉程式的這個內容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那樣的一個方法 在英文是叫做Stable Refinement 那它的這個所根據的這個原理 是在1956年左右的時候 有一位心理學家叫做這個Miller 好像叫做George Miller的樣子 這個George Miller呢 各位知道那個時期 因為電腦剛發展 所以有很多程式式的需求 所以甚至那個時候 還有網路的這個期刊雜誌 還流傳這一個某一些測驗 說你適不適合當這個程式設計師 那考的東西很奇怪 就是考那些你能不能記住什麼東西等等 那個細節我忘掉了 好 那這個 所以那時候很多的心理學家 在研究這個寫程式 跟這個心理學的這個關係 結果這個Miller這個時候 他所做的一個研究就是說 發現我們人類的這個工作記憶 他對於一些外在事物 他能夠在工作記憶裡面操弄的這個個數呢 他發現說不管是誰 他一定是落在7加減2之中 所以他意思就是說 工作記憶能夠擺進去的東西呢 那個數要嘛就是5個、6個、7個、8個、9個 厲害的人可以處理到9個 那如果是超過9個以上 那一般就不行 所以這時候得要怎麼辦呢 就要把它分成幾個chunks 分段來記憶 例如說以前的電話號碼 大概是以7位為上限 那現在有8位 還有你可能還有國碼 還有這個區域碼等等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記這個電話號碼的時候 就要分開來 國碼算一段一個chunk 然後這個地區碼是一個chunk 然後你的那個電話號碼 才是另外一個chunk 那這個7個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分成3個跟4個的chunk來記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根據這個理論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對於某一個問題的這個解法 那他的處理的這個步驟 在你構想的時候呢 最好把它保留在7加減2個步驟裡面 所以就像我上次所講的 要寫一個虛擬碼的時候 最好是一張投影片 然後10行以內的虛擬碼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他所根據的這個心理學的原則呢 就是這個George Miller他所說的這個magic number 7加減2 好 那其實這個概念到後來有人做更深入的這個心理學的實驗 那發現說其實人的這個工作記憶的這個單位 比7要少一點 他其實大概只有3或者是4 所以這一個你如果看到的東西是3個或4個以上 你幾乎不用去一個個算 你就知道他是3或者是4 那超過4以上的這些數量 你要問你有幾個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開始數 那要開始數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你的工作記憶裡面就變成是 不是立刻馬上回應的那一種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要解一個問題的時候 先把他分解成10個或者更少的主要步驟 那這些主要步驟呢 可以之後再一層一層的去分解他 用更進一步的虛擬碼去撰寫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分解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找到有一些工作呢 他可能是經常重複的 那因此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可以把那一些經常重複的工作呢 組合成為一個韓式的模組 或者說 在我們寫出這個主要步驟的時候 發現說這些步驟呢 如果能夠把它挪出去的話 你的程式碼會比較簡潔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中間的一些步驟挪出去 作為這個韓式的模組 那像這一種 這個step-wide refinement的這種方法 我就把它叫做韓式導向的程式設計 好 那麼因此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21點的遊戲 那他的第一個scenario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玩家第一張牌是這個黑桃A 然後莊家第一張牌是紅心J 然後玩家第二張牌是這個方塊10 那這時候這個我們的tester scenario1 OK呢 就應該要傳回說 他的玩家手上的點數是21點 他答案是對還是錯 好 那如果這一個我們所寫的程式 真的能夠去算出這些牌的點數 而且正確的得到他是21點的話 那這個test scenario1 OK的這個程式 就return true 或者就return false 好 所以這個是他的那個scenario的這個測試 那我們的test scenario1 OK的這個function 他會呼叫一個韓式叫做is blackjack 就判斷說這個手牌他是不是21點 然後計算是不是21點的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們需要知道每一個牌他的點數 對應的點數是多少 所以用這一種方式呢 這樣的一個圖叫做structural chart 所以在以前的stepwire refinement的這個步驟呢 你可以想到他的概念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為了完成test scenario1 OK的話 那你手上要有牌 那手上要有牌那個很簡單 我們就不用把他變成function 那但是呢 這一個他是不是手上的牌達到blackjack這件事情呢 這個可以把他寫成一個function 那也許這很多地方可以用得上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把他變成是一個brew的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裡面呢 你需要給他手上的牌 那他才可以根據每個牌的點數 來計算他的這個總格 好 所以這一種這個structural refinement的話 他就是一個這個可能是由上而下的 這一種這個分割的這個過程 那我們希望說每一個版本 都能夠解決一些這個scenario 所以像這個test scenario1 OK 這個東西呢 是他的第一個長期的一個測試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了解到說 那我這個計算21點的時候 那就是可以利用這個blackjack這個function 來檢驗說他的的確有沒有達到21點這些事情 好 那這個詳細的程式碼 那你可以看我們的這個講義裡面的說明 就沒有問題 好 那假定我們的0.0.1版 也就是說測試scenario1的這個case 他通過了 就是只要這一種情形 這是test scenario1 OK的這個情形 好 那接下去我們就要寫test scenario2 所以就有這個0.0.2版 那在這個0.0.2版裡面呢 那我們要完成測試場景2號到6號 因為第一個情景沒問題了以後 那後面這一些的那個情境應該都類似 所以我們就讓他把所有的這個6種scenario呢 全部都給測試完畢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我們就希望我們的目標在這個0.0.2版呢 是掌握所有的6個測試的場景 那這6個測試的場景 你要這個使用一個程式去處理它的話 我們要做一些這個假設 我們可以看到這6個場景裡面 都是有一副牌碟 然後才根據這個牌碟去發牌給莊家 或者是這個玩家 對不對 我們有個牌碟以後 可以用發牌的方式 從這個牌碟裡頭把deck裡面的這個牌 分給玩家或者是莊家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 deal account的function 好 那另外呢 最後的狀態它是什麼情況 是21點嗎 還是爆掉 還是說這個兩個都不是 那我們要分別去檢驗這些東西 好 那有這一個 我們觀察到這6個情境裡面 它都要有這些東西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這個畫出他們的這個 建立其他的scenario 好 那scenario1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讓它跟其他的23456 一樣的方式解決 所以我們改成把剛才的那個簡單的scenario1 現在在這個0.0.2版的程式裡面 我們讓它呢 變成是用牌碟的方式來進行 而不是直接就設定玩家的牌 是一條A跟方塊接這樣 我們要經由一個牌碟來發給這個玩家 那這個牌碟呢 這個牌碟呢 Textenario1的時候 這個玩家跟莊家的牌交互設定 所以它的牌碟裡面的牌 我們目前可以這個case 可以假設它只有三張牌 就是黑桃A 紅心GA跟方塊石 好 然後再來呢 是發一張給玩家 發一張給莊家 發一張給莊家 發一張給玩家 好 那玩家兩張牌了 那這時候就要去取得玩家的狀態 還有莊家的狀態 然後這個時候 txt scenario1的時候 玩家應該要是blackjack 然後莊家只是pass 所以這一個我們就傳回這樣的一個訊息 在txt scenario1OK 如果它符合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return它true 否則就是false 好 所以這個是scenario1 那在這樣一個流程裡面 那我們顯然就看到說 你要完成這個txt scenario1OK的話 我們可能需要三個這個函式 在第一層次來看的話 一個是準備牌碟 然後一個是發牌 然後再來就是取得這個狀態 玩家的狀態或者是莊家的狀態 那在取得這個狀態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能夠去依據 每一個牌的點數 然後來計算它的這個狀態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就是更進一步的 這個structural chart 好 那因此用這樣的一個架構以後 我們就可以這個寫出 這個0.0.2版的這個程式 好 那最後我們就要弄一個更完整的0.1版 那剛才的這個0.0.2版 它已經可以處理所有的六個這個場景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們需要的是這個能夠隨機的發牌 對不對 這樣的你玩21點才有意義嘛 是不是 好 那因此在這個0.1版裡面 我們就在0.02版的這個基礎上面 再加上一個這個隨機建立牌碟的這種功能 然後讓它可以這一個完整的這個21點遊戲 那我們在前面提到過 它的0.1版的流程是這個樣子 產生排碟 然後發一張牌 然後再跟電腦和本身發一張牌 然後問要不要加牌 那如果它裝加不到17點 就是要加牌或者是超過等等 所以它的這個流程前面寫的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樣子以後呢 它的重點就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牌碟必須是隨機產生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一個呢 它這一次它要問這個玩家是不是加牌 對不對 再來一個 莊家它的這個加牌或者不要牌 它的規則也必須要把它實作出來 好 那這就是這個0.1版的這個流程 好 那因此我們可以建立起它的這個虛擬碼 那它的虛擬碼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建立牌碟以後 然後發牌 然後用一個wile loop wile loop 那就是說這個只要玩家要繼續牌 而且牌碟還有牌的話 我就有一個wile的5.1、5.2它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來是電腦它是要牌 然後這個反覆的進行 所以用這種方式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0.1版給建立起來 那在這個0.1版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這個很tricky的這個做法 也就是說這個 這裡其實是一個值得好好考慮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撲克牌是四種花色 然後每個都是十四種點數對不對 十三種點數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要如何使用亂數產生器 來得到這個某種花色跟某種數字的這個牌 好 那這個就跟我們上一次在設定 用亂數產生這個圈圈叉叉的這個遊戲裡面的這個位置 棋盤位置的做法相似 我們呢就是假定這個亂數呢 產生是在這個0到51之間 0到51之間 那每一個這個數字呢 分別對應到一種花色跟一個數字 那花色怎麼辦呢 我們就讓它0到51呢 除以13 然後它的傷可能是0123 四種狀況 那0123的時候 就分別來對應到梅花 紅磚 紅心 跟這個黑草 好 那另外呢 它除以13以後的餘數 就一定在0跟12之間 所以當你把那個餘數給找出來以後 那個餘數呢就是對應到它的A 還有2345678910 然後JQK這樣的一個點數 好 所以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0到51的亂數 然後根據這個亂數呢 來決定它的撲克牌發色跟這個數字 好 那因此這個我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虛擬碼 產生52張牌的牌疊 好 那另外呢 這時候的程式結構 就還多了一些Prepare Deck以外 然後還有一些要問使用者跟電腦 是不是還要一張牌 這也是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函式 然後呢 發牌還有Get Status 還有手牌把它印出來等等這些東西呢 都變成是我們這個程式碼裡面 它所要完成的function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最後呢 我們的程式碼就是這樣子 主程式裡頭呢 首先 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有那個Deck 所以這個Deck是不是正確 那我們要做一個測試 所以我們另外寫一個TestDeck 那如果那個OK以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寫一個訊息說21點遊戲就開始了 那開始以後呢 我們呼叫一個function 叫做Round Game 然後讓這個程式就開始跑 開始跑 那就開始執行這個遊戲了 好 那最後我們做個這個總結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程式寫作是像寫一個書名文一樣 那麼要解決明確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那麼另外我們在規劃這個程式撰寫過程的時候 我們可以運用大學裡面所說的物有本末 事有始終 之所先後則盡道矣的這個觀念 那我們可以定出一個依照Bars Earth定律的觀念 找出這個問題裡面最重要的核心的這個部分 然後要遵循這個要事第一的這個觀念 把越是重要的核心工作 越是要提前完成 好 那另外這個我今天露了講的這件事情 就是學而不思則往 還有思而不學則代的這個觀念 我以前的學生大概可以分兩類 一類就是說這個一直在那邊找paper 那或者找什麼文獻 看看有沒有人家做過這樣的東西 現成東西可以拿來用 所以他經常一直在找paper 然後但是他要做什麼題目 他一時都還沒想到 反正就是到處看到處找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會被淹沒在這個文獻之海中 所以你就沒有一個固定的這個方向跟目標的時候 你到處找這些文獻之類來看的時候 只是讓你更加的迷惘 所以這就是孔子所說的 學而不思則往 不過當然孔子那個時代沒有google scholar 所以不會沒有google這些事情 好 那這是第一種情況 就是你一直在找東西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這就有點像是這個前面我們所講的分析麻痺 那個過度分析的這種樣子 有點像這種情況 那還有一種同學呢 他根本不管說別人做過些什麼 他反正就照他的意思拼命的這邊做下去 那可是他沒有注意到說 有些東西可能是人家做過的 那這些人家告訴你說這個東西其實是做不出來的 但是他這個硬是要去做也不看人家的這個討論等等 所以這個就麻煩 那因此這兩種情況都不是很好 那比較好的呢就是要這個學師並用 那各位知道呢 這個有一位彭明輝教授 他是那個清大退休的一個很傑出的這個教授 他出了一本書叫做研究生生存手冊 那在那本手冊裡面 我記得他後來我們在我們系裡演講 他曾經講說這一個 如果你的學生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不要叫他去看書 換句話說他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呢 他也不知道說到底哪一些知識是他需要的 是他用得著的 當他沒有這個題目的時候 那他只是東看西看亂看而已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他提到就是說 我們最好要有一個定好的方向 然後再去搜尋這些相關的文獻 或者是網路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這一個比較理想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應用大學中庸裡面的話 那我們可以提出工程方法的概念 那就是像右邊這一個版本的分解跟整合的這個圖形 那而且盡量要維持測試驅動的這種方式 要有這個測試的規劃 同時維持這個Sustainable的這個Path 好 那後面我們也提到 當我們把這個概念要轉成這個程式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採用的 就是Step-wide refinement的這個概念 那就是看右邊架構圖 那你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概念的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裡面 可能又需要用到一些其他什麼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你整個問題所需要的function的架構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步驟因為它是一層一層的來進行 所以它的英文叫做Step-wide refinement 每一個步驟都讓你對於上一層的這個函式 有更深一層的這個了解 而且它的detail更能夠這個細節更可以做得出來 好 那再來這就是Structured Child的概念了 所以最後就是當我們在規劃這些程式的時候 那麼對於它的擴充性跟彈性的考慮 是先把它放在一邊 然後等到所需要的主要功能都結束以後 那再去考慮它的這些擴充跟彈性的這個現象 關於程式規劃的這一部分就講到這裡 所以這次的主要是三個字 進行中間的測試 然後再去解決一下 我們再去解決一下 我們再去解決一下 希望能夠這就是一個大小小的 感谢观看